得假的萨尔克不值得信任 到了得以还能够无脑知识吗 当然不能啊 虽然我很喜欢萨尔克这支球队 但是过去的都过去了 今天咱们得重新给他做一个实力定位 今天的内容干货很多啊 如果听懂了本赛季关于得以的课题 你都会少走很多弯路 那如果觉得小胡这个点抓得还不错啊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我是小胡 欢迎您来看我拼球 好那既然要给萨尔克做一个实力定位啊 那么实力定位的标准又有哪些呢 以下两点做好笔记啊 最好先收藏 以后可以反复观看 第一点咱们首先看一下俱乐部的财政是否正常 因为这直接就关乎球员在场上的这个战役倾向 还有战术布置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啊 上赛季萨尔克由于他的这个在台高作啊 欠下1.97亿的巨资 一度濒临破产啊 连球员和教练组的薪资啊 也都一压再压 这也直接就导致了萨尔克大量的核心阻力流失 所以就算现在降到了得已啊 他们这个赛季的俱乐部财政问题呢 依然很多 哪怕卖了这么多人啊 今年仍有4000万的窟窿补上 那像这种财政有问题的俱乐部啊 想要培养球星 留住球星的难度就很大 因为发展都很有限对不对 但这还不是关键问题 更可怕的是后续的蝴蝶效应 首先啊 放大的就是每个球员的个人战役 我们都知道足球它是一个团队游戏 那既然是一个团队游戏啊 必要的配合就是刚需 只有完美的执行战术 再搭配适合各个位置上的球员 才能够在职业赛场上面脱颖而出 所以最需要放大的应该是 球员的团队荣誉感和归属感 而一支财政有问题的球队啊 是没有办法给球员带来这些安全感的 球员为了寻找更好的东加 放大的只有可能是个人的战役 那么无视队友的配合 只想了自己怎么踢怎么说啊 这种操作呢 必然也会影响球场上的战术布置 从这一点来看啊 这个赛季我就无法高看 萨尔克04 那么第二点就是 主力流失后的萨尔克在得以的战力啊 我觉得最多排在中下游水平 这就是我今天重点要强调的事情了 不要因为一支球队过去的辉煌 而高估他现在的水准 萨尔克前面几个赛季等啊 我都看了一下 包括进攻核心拉曼 后防核心的这个卡巴克 还有那些很有特色的中场啊 几乎全部走光 所以现在的萨尔克啊 无疑是一支很崭新的球队啊 没有任何的底蕴留存 所以过去的德甲形象是没有参考意义的 甚至啊 连这个主帅格拉默奇斯履历也很一般 球员时期最好的记录 也就是去了塞浦罗斯的这个超级联赛啊 称了一个郊区的联赛冠军 唯一值得说的履历 也就是在得以带过1920赛季的这个达姆斯达特 属于一般老子正常一点的加马马啊 就绝对不会选择的那种主帅 所以这样的球队啊 在得以这个阶段 你是真的没有办法啊 给他定位成一个强队 在俱乐部运营都没有走上正轨的情况下 中下游已经是我能够给出的最高分 好 那了解了萨尔克最真实的基本面以后啊 那咱们再说回今天的比赛 我觉得这场比赛啊 基尔应该是可以站在更高的地方 去俯视萨尔克的 毕竟啊 以基尔过去展现出来的实力 排在得以上游是没有丝毫难度的 而各大势力今天又明显 是有高看萨尔克能量的嫌疑 所以啊 今天我更愿意当一名 基尔球迷同路 别忘了点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